我們現在去看一下八三腰 哈囉大家 哈囉 今天我是來跟八三腰做一個簡單的訪問 因為我以前就有做一些跟歌手訪問 那我覺得那個劇感太重了 所以我希望有一個比較生活化 這邊就是他們的 應該是樂器倉庫 這邊有沒有 其實我覺得走進這邊很像在偷窺別人家的感覺 因為走進一個人的家裡面 你就可以感受到這些人的性格是怎麼樣 現在就可以發現八三腰 充滿了同性未民的部分 這邊就是很多的公仔啊 玩具啊 然後他們現在正在錄樂人的影片 欸你們有人知道這個是什麼 阿店跟 他的主人是阿店跟阿伯 這邊我都可以理解 就是電子團的合照 但是為什麼 送中機會 出現在這裡 我們裡面是一個錄音間的 好阿民你開始錄好 進入聊天的部分 我是米露 我又跟八三要見面了 哈囉大家 我們希望用一個輕鬆聊天的氣息 不要那麼嚴肅 然後但是呢 我們還是跟八三要聊一下他們的演唱會 演唱會前 大恩補充要求說 對 像我是格蘭的藝人 然後還有他們燈光組 音響組 視訊跟視訊 就全部帶在一起 電影 所以通常那個作業時間 就是做出 還有一點 所以一場小巨蛋 其實大家看到三小時 實際上 光臨小巨蛋裝牌就已經一個禮拜了 對 那一個禮拜可能三天 純粹組裝舞台 接下來會 器材會進場 然後我們會彩排兩天 所以是算一個禮拜的錢嗎 對 因為你 怎麼這麼漂亮 沒有 我很想知道 我真的很好奇 就是 就是一個禮拜 因為你知道對我們平民來講 我們也是平民 沒有 所以比方說大家買一張票 可能 六千塊的話 他其實是要拆分到七天的長度 這樣 平均的線 其實是這樣子的 這樣講就比較不對 沒有 沒有 比喻 比喻 下面講問 這一次全新型 沒有 那 欸 好 今天很累 對不起 哈哈哈哈 六千這麼優勢 真的還好 真的不太好 來 先放輕鬆 大家不要互相傷害 八山要製作一首歌的流程 從以前做歌到現在做歌有什麼改變 結果阿古巴哥給我出來 也很好也蠻好 哈哈哈哈 就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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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一開始大家會先做Demo出來 大家聽嘛 就選 比如如果是單曲 會想說 欸 現在這個Demo是那麼一個風格 那最近還會想說 這個 這首歌我們可以有什麼樣的 音樂編曲的風格可能性 或是我們可以找什麼樣的 歌手來一起fit 對 那這些我們是在 前置作業編曲之前 會先想到的 哦 那如果找到 我們真的覺得能夠完整的 那首歌概念 然後我們也會 就是 就收入在電腦裡面 哦 有一些歌是會跟不同的製作人合作 嗯 那他們就會 一開始就會聽我們Demo 然後共能討論 會跟一些音樂老師 等等去討論 看能夠怎麼樣 這個 編曲更豐富 很了解 我希望問這題可以讓一些 正在開始想要做音樂 或者比較學生 知道說 欸 可能一首歌是品牌 從無到有 或像剛開始小曲混 一直以來就跟非常多 喜歡的混音老師合作 到了最近的一些單曲 我們都會長期沒有自己 比較小曲混 對 有因為吸收大家的精髓 也要呈現一下 那你們覺得小曲混的 跟以前 KL老師混 聽一個人的感覺 你倒是說什麼 我沒有信心 就是非常厲害 就是除了那些很厲害的老師 一下就是小曲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能等待老師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什麼東西 為什麼你要自己混 因為我覺得自己來呈現 自己來 對 自己來 因為喜歡自己來 舒服 對 舒服 自己不要知道要什麼 欸 只有老師在小曲都自己來 絕狀比較好控制 沒有 因為其實我們覺得一個樂團 包含了更多的面向 他已經不再只是 從我們小時候 高中的時候絕對 玩好自己的樂器 對啊 就是玩樂團 那我們剛開始做唱片的時候 我覺得啊 我們能夠錄好一首歌 就是一個樂團 其實錄音樂團很開心 但是其實到現在 我們覺得樂團應該是要能夠 從頭到尾都是包辦 可以獨立製作這一切 對啊 我們應該是 自幹樂團 我這兩次跟巴山洋拍影片 的心得是 我發現阿浦有一個控藏病 歪掉的時候 阿浦就會負責 把話題 強勢倒在 我怕你那個 最近這個來 互相傷害 我覺得有加那個 Future Face 感覺你們一直在挑戰 那個搖滾跟樂團 平時的可能性 對 因為其實它不是一個 樂團 做出來的 沒有很M 是為什麼會想要一直這樣 挑戰這個遊戲 想打是什麼 我們都玩搖滾樂 其實玩了非常的久 我們也希望能夠讓搖滾樂 能夠有不一樣的變化 然後更融入在大家 聽音樂的感受之中 一般Band上的一些配置 我們其實做得很習慣 我們會覺得 大家在這個新的時代 應該有不一樣 新的聽覺 其實我們應該是第一個 加入很多這個 電影母學 在搖滾樂裡頭 然後從那個時候 東雄去 然後又來又來等等 近期我們做 來互相上來這首歌的時候 我們是加入Future Face的元素 因為我覺得Future Face 只是我個人見解 我覺得跟那個 New Metal 其實很像 對 但是New Metal 是我們 小時候聽到的 那一種金屬樂 但是現在這個時代 他們聽到的是 Future Face 對 然後我們會希望能夠用不一樣的 語言方式來跟大家溝通 我覺得搖滾樂應該要 用別的方式活在大家的行蹤 很好玩 我前幾天看到 YouTube上就有 酸民在我們那邊 幹幹 我們也是有叫不搖滾 酸民在下面有說 他說什麼不搖滾 從沒搖滾 我就很想要... 我就想要... 我就想要... 我就想要問說 可以請你教教我 我叫做搖滾 請你告訴我 其實如果你講得非常的有說服力 我也可以相信你的話 搖滾這種精神 他是一個對你不喜歡或反對的事情 去做一個抗函的動作 同意 那我覺得他要用不一樣的方式 活在每個人的心中 我希望能夠讓搖滾樂 有更不同的溝通方式 來跟大家溝通 感覺Update會大家回到新看你 應該不用剪吧 我們讓他原資量會 放上去 好 接下來想請問 最後一個想問 你們的那個新專輯有進度嗎 因為其實很多年沒有發現 有啊 不是有三種選擇 不是 我是說專輯 我覺得音樂的人 其實都是很貪心的啦 不是... 沉溺在本來的東西 就是希望可以創造新的東西 所以我們也希望新的專輯 能夠有一些不一樣的聲音 還有... 不一樣的歌 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可以問這一孫是誰的 這個是我帶 阿古有一支吧 阿古給他 賽巴斯丁對不對 這個... 這就是我們香港一個好朋友 他在做公宅 對 他是做公宅的 他做了 他知道我跟阿古都愛 所以他就送我們歌頌一支 是只有這一支還是三尊都有 欸... 只有這支 只有出這一支 他很好笑 他只有愛這一支 然後這支他出了兩個塗裝版本 另外一個是金屬塗裝的 喔...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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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對... 好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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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想見你 未來過去 我只想見你 為你做這... 馬子狗 哇哇哇 好小弟 舊話都沒空 馬子狗 哇哇哇 去跟你走 陪你聊 和你抱抱抱 抱抱